《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胡麗英小姐 Hello Grace 我們上文提到你所說的獨立工作 對 上次提到我認識很多人 每個人都對我很好 我想說一個人 剛才我在想的時候 我想說Peter Jordan 他是我的演藝學院老師 當年我要很感謝他 當時做《Les Mis》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 2005年做的 是《中英》一部電影 他早一年 在讀書的時候對我很好 他經常覺得我很有幽默感 當然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幽默感 例如我出來做一些工作室 他經常會笑 我記得我的同班同學太神說過 其實你也不是那麼好笑 但Peter覺得你很好笑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好笑 當時他會幫《中英》到《Les Mis》 早一年他有一次打給我 胡麗英 我有些東西想找你 他是外國人 但他也懂得說很多廣東話 我們就出來吃飯 其實是吃過茶 他就跟我說 他第二年 有機會幫《中英》劇團 導一個電影 叫做《Les Mis》 想找我做其中一個角色 他就說 不過這件事還未談成 但如果談得成 他會很希望我是其中一個演員 問我可不可以留在家裡 但不確定 因為可能不談不成 我就很願意這樣做 然後我就問他 我說Peter 市面上有這麼多這麼好的女演員 因為那時我的角色很好 他就找我做 方婷和Corsett 就是媽媽和女兒一起做 我說這麼多這麼好的女演員 為何你要選我去做這部電影 可能你找其他經驗的演員 可能你要做的功夫會少一點 我也是剛剛畢業了沒多久 然後Peter很好 他說 因為畢業的時候 讀書的時候 我覺得你是很好 他說你畢業 雖然你也做很多電影 但那些不是大劇團的電影 他很想我有機會做一個大劇團的電影 有多些人見到我 很感動 他就是這樣 然後到第二年 這部電影真的搞定了 他真的找我去做 然後找我做那兩個角色 那個電影我也很喜歡 那時做的時候 我很感謝他 但是他是不是很好 我那時有想過 為何你不找軍仔 或者你不找一些有經驗的 但他就是願意給我這個機會 我都要 所以其實Armadeus是你 不是神之寵愛 你是 所以 很好 我有看過這部電影 是 有看過 所以我覺得 真的挺好 難怪你說你 一直跟不同的人合作 那些人都對你好好 你贏得很多友誼 真的 原來真的有些人是神之寵 但是 是呀 我是很幸運的 在這方面 我很多很好朋友 在這裏都要先提一下他們 我莊梅雁 弟弟組 雲雀組 其實很多好像這樣 我只說莊梅雁不過算了 因為我怕稍後再說下去 要數到整個 怪一萬樓 是呀 所以 怪一樓 怪一樓 阿鍾說不得很好 他都沒有錯過我的演出 他又認識我 只要他在香港 他就一定會來看我的演出 可能他有時撞了 他不是香港 他有兩年時間 不是香港 但他都一定會來看我 每一個戲 完之後他都會被最好的鼓勵我 我經常都會 我經常都會說他是 盲目崇拜我 真的有很多 這些很好的人 譬如我入了中英之後 入了 其實我覺得都是 因為Peter這次的 找了我來做一個角色 然後令我有機會入了中英 因為他們見到我這個人 覺得可能我適合了 就聘請了我之後 還有那時我呢 我記得有一年沙士 沙士的使道 03年 那一年 因為有很多學校生 或者有些show要剪掉 我記得那時 黃志龍的劇團 那個是W 找了我們去做演出 我開始亂說話 我聽說話 我記得那時 是那些人要戴著口罩 來看演出的 然後有些觀眾來看 然後我會覺得 其實這件事是很有趣的 然後我們那個戲裏 又會有說 戴著口罩 現在在街上的人 一剪就會避 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戲劇裏面 有趣的地方 就是那件事 即時是跟樓下的觀眾互動 我覺得 嗯 我的思緒很混亂 你這樣說 我就跟你飄移 是的 謝謝 然後進入中英 我也很開心 因為中英裏面的人 其實很簡單 我們很少人 其實中英 我記得我剛進入中英工作的時候 就是盧俊豪 Ben Alton 盧智新 他們 還有八子 他們整班人都很簡單 很好玩 那時是中英五子 我進入那個年代 他們很充滿 他們很充滿 人很少 所以排戲 不是只排戲的 不是說我和你拍完戲 就跟樓下走 他們真的會和你建立關係 會和你做文化 會和你們玩遊戲 去建立你 那樣東西很開心 我記得那時 我們在中英裏做 阿佬 他要走了 他想出去廠 我記得他回來 倒戲 倒戲的時候 他就跟我們做文化 然後他就說 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留下來 他說我只是想深火相傳 他說以前我在中英的時候 中英的哥哥姐姐跟我們做文化 教我們要做什麼東西 要做什麼 我沒有什麼留下來 我現在就是把這些 工作室 我帶給你們 這件事 希望你們將來 做了哥哥姐姐時 也會帶給中英的下一代 就是中英的傳統 會一起 我當時很感動 新火相傳 真的 新火相傳 我覺得這也是中英很好的東西 我這件事 我非常驚訝的 就是有些人跟中英合作過 當然他們之前 可能有跟其他團合作 我這樣說 不是想說其他團不好 不過他們通常跟我們說 合作完跟中英 他們都會很開心 他們覺得很溫暖 我們又低低能能的 全部都 然後他們就說 中英好像是家人 當然了 我們這麼少人 如果我們這麼少人 都不熟悉 那就糟了 還有我們公司很好 我們公司是在山頂 我們在最貴的地皮 那些人上來 好像是度假一樣 我們一排練室出去 就是鳥宇花香 你上來就見過 好像郊遊 那種氣氛 都會令到一個人很舒服 然後我會說 我覺得我今年很幸運 特別幸運 其實我剛剛入劇團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是有一個壓力 那個壓力就是 因為你之前一直都做妄想 妄想是很輕鬆的 你遇到不同的人 每一次都是最後一次 或者是第一次 你完了 你就很珍惜 走 或者你沒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也沒有一個歸屬感 你進入了中英 有一個劇團 有一個歸屬感 但是你有歸屬感 你有一個權利 你就好像要盡一點異務 我自己心裡面的那種異務 就是 希望自己不要令到中英丟臉 有一個無形的壓力 就交給自己 但以前不會的 以前的中英就很享受 就是那一刻開心 那種感覺就是 希望別人看完我的演出 或者看完中英的劇團的演出 不會覺得中英是亂來的 至少是會這樣 覺得自己是有一個義務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加入中英的第一年 我覺得自己是 給了很多場封住我自己 經常都怕做錯 怕錯 怕做得不好 但是 就是因為這樣 反而更差 我覺得那一年 我自己表現最差的 不要計算表現 自己也不開心 做一個戲的時候 就是 這樣是不是不是那麼好 還是這樣會好一點 變得沒有那麼純粹 以前是很純粹的 然後 從科學館開始 我覺得 那件事回來了 科學館我們當時要採訪 當然採訪 其實他只是選一個比較適合的演員 不是選好和不好 因為都是那幾個 然後 我中了 然後他心裡很開心 因為我們很多年沒有試過採訪 那時候我們讀AP的時候 我們做每一部戲都要採訪 然後我們中了 很開心 但是我很久沒有試過 做一個重要的角色 入中英第一年通常都是沒有一個重要的角色 有壓力 但是那種壓力是一個動力 然後就很開心地去做 但是我也很感謝那群 chorus 就是那群演員 我記得我很喜歡 參與 譬如我現在那部戲我做 如果那部戲我不用出場的時候 我會坐在台旁邊看的 我很想看看他們在做什麼 我記得那天開幕演出 我在台旁邊 然後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警察 去看科學館 推出去 然後我就出去 大家高雄啦高雄啦高雄啦 我第三場千出 我不用出場 高雄啦高雄啦高雄啦 然後他們就說高雄啦 然後音樂一起 衝啊 呦 整群人就衝我台旋出去 然後我在旁邊很感動 在這裡哭 現在還要進去補妝 我覺得 就是你那種 ensemble 那樣東西是令到你很感動的 然後那種感覺就是 我很有幸在那個製作品裡面 不是那個製作品有多少人認同那麼簡單 是那種有幸是 你可以跟這一群 真是找一條命跟你搏的人 去擺在這個戲裡面的人 一起合作 那種感覺很開心 其實你後台也在這裡 那些後台 我們公司後台很好 穿上戲服的 出去 Walky可能是在這裡的 但觀眾看不到 但他們一定要戴著 嗯嗯嗯 那種感覺是很好 然後我剛才說的幸運 就是我做這個科學館 然後慢慢有很多機會 我要多謝 然後就有天才一順 Alton 又給了一個 天才一順的角色 Alice 當年我們在APA讀書的時候 也有做過 在May Jado 那時候 我也有recall過這個角色 我們那時候是audition 譬如幾個同學 然後導演會選擇一些 他覺得比較接近的人 就會有recall audition 當年我就是其中一個 有recall過這個角色的 那我也很喜歡這個角色 那時候 但當然那時候不是我做的 就是另外一個同學做了 然後我就做了這個角色 我還記得有同學 你看完之後跟我說 Grace 是你的 始終都是你的 你有機會再做 就是這樣開玩笑 然後又做了這個角色 很開心 這個角色 你想想 我十年前想做 十年之後有機會再做 多幸運 然後 又遇到一個很好的對手 Tony Tony 我認識了他很多年 我們那時候做school touring 我經常跟他做 我們做情侶 那時候要做了很多場 我想我跟他有做過 超過五百場的school touring 是的 很多 但是演戲在台上 應該那時候是第一次來的 但是這些默契是在之前 做school touring熟了 就可以帶下來 然後就是做 甩底 甩底我也很開心 嗯 其實我都喜歡 那個有得玩的 但是甩底我最喜歡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做喜劇 是差一點的 雖然以前Peter Jordan 說過我很有幽默感 但其實我不知道自己的幽默感在哪裡 那什麼呢 是他很有幽默感 是他有幽默感 才看到我的幽默 Gabriel就找了我做這個角色 但是我 這個也是另一個壓力 那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做喜劇 是差一點的 我自己的人其實是很正經的 我覺得 譬如我覺得我正劇是拿手一點的 我自己會覺得 那我就是很壓力 我有一段 排戲的那時候 我睡不著 在那裡很錯過劇本 很錯過 然後 但是Gabriel也很好 Gabriel他沒有放棄過我 有一段時間 我想我有一個星期的時間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對自己沒有信心 覺得自己不懂得演戲 哭 然後 覺得我也是不適合做的 但是後來到演出的時候 也有 可能有些觀眾不喜歡 但也有很多人過來鼓勵我 我覺得我做得很好 我是其中一個 是的 你是其中一個 謝謝你 然後我就會很開心 我自己好像走多了一步 那種一步就是 我之前一直都跟自己說 覺得自己是不可以的 但是當做出來 有人走過來鼓勵你 你又覺得我走多了一步 至少我下次遇到的時候 我不會害怕 我有信心去做 然後就到今次Armadeus Armadeus我也很開心 我又要再一次多謝黃鴻 當然我要先多謝King Sir King Sir 他是一個紳士 他在排戲室裡面 他是很紳士 他就說 Grace 不如你試一下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心裡覺得 他是這麼有禮貌 他是一個導演 但他很有禮貌地請求你 而且他本身對這個劇本很熟悉 他曾經做過 他曾經做過 所以他是很有想法 你看到他一陣子已經在想 會給我一些很好的意見 為何我要多謝Tony 因為Tony是我老公 在電影中 他就是郭扎特 我就是康斯坦莎 做他的太太 他是一個很頑皮的人 Tony 有一場我們就在這裡 有幾場我們經常要玩 尤其是一開始 King Sir就說 這裡要呈現你們很開心 兩個是有兩小無差 Tony 他是很貪玩 否則他 我是沒有玩得那麼開心 我還沒有爬出來 捉捉玩 就是他 令我很快能入戲 亦是因為他是我的很好朋友 所以我都可以 代入到我可以很愛他 他死的時候 我很傷心 我記得 尚明輝有做過 他是第一代八四年的 有一次乘巴士 我問他 我說 尚明輝 你覺得你最喜歡哪一段 你覺得怎樣 他其實很好 在排練室的時候 有時候做完那個 他就會走過來 這場你做得好 你會留意些甚麼 他都很愛這個劇本 因為他自己做莫扎特 他又很熟 所以他經常都會拔 有時有些甚麼意見 他就說 我只是提一下 你可以不聽的 不過都是提一下 這樣就說 有一天我回答巴士 我就問他 我說你覺得怎樣 老實說一句 我覺得你和黃龍斌比我們當年還要好 我那刻很感動 一個前輩 一個前輩這樣說 他說你們懂得玩 那些開開心心 然後我就覺得他很豁達 我不知道如果我將來年紀大一點 做了前輩的時候 我看別人做 我會不會有這麼大的心胸 他說你做得比我們當年還要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覺得是很好 那種感覺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一個這麼大的前輩 跟你說一句話 而當年做他的演員 都是一些很好的演員 他這樣說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你有看嗎 有看嗎 我也覺得是 你演的一個是很開心 你剛才說的那一場 我覺得你倆是很開心 這個世界沒有其他人 就是你們倆而已 但最壞的是 為何這個世界 原來有一個人在 否則你們會很開心 我也看到 但上明輝的評論 我亦都很欣賞他 是的 很欣賞他 是一個空襟 是的 但我相信 除非你將來變了 否則我現在認識的Grace 我相信你將來變了前輩 我覺得你也會有這種空襟 但如果你變了 我就沒有事情去擔保了 還有多謝King Sir King Sir有很多鼓勵 其實King Sir很… 他是一個戲劇大師 他是很定得軍心 可能排完戲就這樣說一句 很好 非常好 你們的心就定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或者 可以了 電影搞定了 你們下星期演出 沒有問題 就跟我們溫敷 他一說這句 你的軍心就定了 如果King Sir都說可以 你就覺得應該是可以的了 是的 都很開心 而且那個劇本本身很好 我覺得 我本身一開始看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對那個角色 或者對這個戲 很有幻想 對這個人 很立體 你看他 一個很貪玩的女生 本來我所說 別人形容他是一個 放蕩的女生 很貪玩的 但其實他的心 對莫扎特 是很堅精的 他甚至是願意為了莫扎特 去 犧牲他自己 他給阿薩利愛里 所以我覺得 那個角色本身很好 我很喜歡這些人 感覺就是 你在外面看他嗎 這個不是一個 不是那麼好的女生 好像花花啼啼 原來不是 那種感覺 你覺得很立體 你也很立體 是的 我看到的 你演的那個 是真的有的 看到他 你本來是很 玩 一直都很享受 但原來去到 有些場合 你是願意犧牲自己 但是 莫扎特死了 你又 真的很傷心 還有 最後那裡 你會願意為 莫扎特 說好說話 歷史變成 我們認識的 莫扎特 就是很好 原來就是 憑他的太太 去 幫他 別人說好 或好嘴 去說好他的東西 是 這個我覺得 是 一個 一個太太 是 是一個 很 很立體 和很難得 是 很好 跟他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給我們的感覺 是兩件事 很好 還有你做 《甩地嬌娃》 我真的覺得很好 因為你是很 去模仿 那個年代的 那些康厚 那些 神態 那些康厚 你那個角色 是不需要 其實你不需要搞笑的 但是 只要你是 很認真 很認真 這樣去做 其實就已經是很搞笑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你那個角色 你真的不用擔心 真的可以 謝謝你 尖尖自棄 不止 你這樣叫尖自棄 你很自然 多於尖尖自棄 很開心 我覺得你很開心 你跟我說是頒獎禮 你知道嗎 你特意走過來 拔著我 然後 一刻我跟我說 那一刻很感動 我跟莊毛岩討回 那一刻感動就是 我失落了一個獎 但是有一個朋友走過來 跟我說 你加油 你努力 你接下來 還有機會 那種感覺是一個很大的 我覺得是的 我看到你是真的進步 一直都在進步 很好的 所以我很開心 看到你現在的莫薩特 又是進步了 所以有很多機會 可以繼續做 接下來我們做這個 Kraker 是的 Kraker 我也很期待 因為是Peter Jordan到的 我剛才說過我的恩師 然後 因為我自己有看過電影 所以我會覺得很厲害 我們之前做了四大怪人 有科學怪人 然後是穆乃伊 狼人 以及吸血僵師 這次我們就做吸血僵師 所以我也很期待 期待跟Peter合作 我想問你 你剛才所說的 你所說 盧俊豪 他身貨商傳了一些給你 我想知道那些是甚麼 他怎樣通過了些甚麼給你 其實很簡單 也不是很簡單 他很有心 就是一些 他們以前 中英是外國人 你知道是英國文化協會 本身是 就是那些人 演員來的 他們很喜歡做文化 做一些練習 去鍛鍊 這也是中英的好處 所以每個演員 我們每天都要玩 所以他們會很有默契 譬如我們要做甚麼 人們躺在地上 有一個人躺在地上 下面的人在轉 要運他過去 用手托的人過去 出來做一些小丑的練習 我們現在一個人 我可以在你後面穿過你 然後在那裡扮演 其實是玩遊戲 玩很多遊戲 練習 當然那些遊戲有很多 玩完之後就會說 這個遊戲我們可以學到甚麼 我們可以看到甚麼 我們在這個遊戲中 你會知道你要兼顧甚麼 其實在這些遊戲中 學習如何去演戲 就是不斷地跟我們玩 是這些 但是真的很開心 我們一陣子之前都可以玩 所以就能玩到你和莫習迪 玩得那麼開心 是的 也不只是這個戲 其實是要的 因為玩遊戲就是 那些默契的東西 是的 所以是信任 是的 很重要的 所以都很好 繼續玩下去了 嗯 好了 我們今集又要談到這裡了 好啊 好啊 祝你繼續進步 好啊 多謝你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刊物、博物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你告訴我 iRead